最好的烧肉套餐放在餐坛 像回转寿司一样 送到客人的窗口 再自行取餐 沙发座位区利用机器人送餐 回收餐点 这是日本拥有120家连锁店的居酒屋 因为新冠肺炎冲击 生意一落千丈 转型成烤肉餐厅 从去年10月疫情爆发 对抗病毒像是长期抗战 日本盛行下班小酌的居酒屋 市场日渐萎缩 不得不转型求生 而在泰国为了求生存 空地停了近百辆的计程车 因为观光客锐检 文家们失去工作 干脆在车顶种菜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街头 一辆黑色仗衣设的灵车四处绕 车身写着别打疫苗 吸引不少用路人拿手机拍照 葫芦里买什么药 原来是逆向的宣传手段 车身虽然写别打疫苗 巡线找到了官网 黑底白字的页面写着 现在就去打疫苗 否则本公司会去找你 用少少的几个字的激将法 呼吁打疫苗 而研发AZ疫苗的牛津大学教授 吉尔伯特女爵表示 新冠病毒不太可能 突变成更致命的变异株 最终只会像普通感冒一样 但疫苗接种 仍然是为下一场流行病 做好准备 TVBS新闻中文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